30公分的土鸡鱼遇上18公分的食人鱼会发生什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好奇发 上期视频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把两条土鸡鱼一条红烧吃了 另外一条放到食人鱼的缸里面 我是这么想的 今天我就根据你们的要求 把其中一条土鸡鱼放到食人鱼的缸里面 如果这条鸡鱼不幸被食人鱼吃了 那么剩下一条我就红烧了 反正要是食人鱼不敢吃 那么不好意思 两条鸡鱼通通红烧 到时候不要说我吃毒食 为了让这条鸡鱼不再出现上次黑鱼的情况 我已经提前一个小时 把这条鸡鱼放到食人鱼的缸里面 开始过温了 吃鱼过水 我想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下面我们就直奔主题 让鸡鱼入缸 今天我是能吃到一条鱼还是脸条鱼 就看你们两个是相爱还是相杀了 在这条鸡鱼的肉 costume鸡鱼 这条鸡鱼在柬期间 要是否有用的 首先就是独立的 一个是笔子 它是变成的 王八 我看到了 这条狮人鱼太牛皮了 它一共咬了基于几口 我是没有看清楚 但是现在从它的身上的伤口可以看出来 这里有明显的两块很大的伤口 而且掉了鱼鳞和皮 鱼鳍这里被咬了一口 尾鳍损失是最大的 就在这条狮人鱼最后一口咬在这条鸡鱼的尾鳍上面的时候 这条鸡鱼一个反身回弓 差点把这条狮人鱼吓得从缸里面跳出来 之后我又等了好久 这条狮人鱼都不敢有大规模的攻击 可能是被这条鸡鱼刚才一个反身给吓着了 不过这条狮人鱼还是蛮牛皮的 毕竟它只有18公分 而且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咬这条30公分的鸡鱼 结果很明显 这条狮人鱼是没有能力将这条30公分的鸡鱼吃掉的 所以最终胜利的一方就是我 啥也不说了 油炸红烧还是清蒸煲汤 我们评论区见 掰了一个掰 咬这条独特的责票 差了小狮人鱼 可以帮助 马上